大家好,我是小施 疫情之下,很多朋友都在家裏播剧或看電影 自然想將畫面越來越大 令到看電視和看電影的效果更加震撼 這個時候,大家通常都會考慮 我家裏可否安裝了投影機 但這個情況,通常很快就會打消 因為安裝投影機是一件非常複雜的工程 就算過得到自己安裝,下午也過不了你家中央的關 但今天跟大家分享評測的短頭 就是Epson日系的4K投影機,LS500 究竟它可以多短頭到我們現在看到的100吋畫面呢 我們一齊給大家看看 提提大家未訂閱我們的頻道 記得訂閱我們的頻道 按下小鈴鐺,我們有好東西就會通知叫你看 另外,當然可以like我們的Facebook和IG 有時間上我們Po76的影音伴樂網 可以收到最新的影音資訊消息 好,跟大家說一下這部LS500的玩法 首先它是一部超短頭的投影機 我們現在這個位置空間其實都不是太多 這個幕來到鏡頭位置,大概兩尺空間左右 我們就已經可以投到一個100吋畫面 而投這個100吋畫面的一隻幕也有來頭 這次廠方為了這部LS500 特意推出了一隻擴光短頭膜 這隻短頭膜是直接由Epson出廠的 配合這個LS500 聽說可以有一個最好的效果 所以我們今次在這個Studio 直接將膜和投影機一齊借回來做測試 不如跟大家先分享一下 這個投影機的一些技術規格 讓大家知道這部機究竟有多厲害 這部Epson的LS500智慧式4K雷射投影機 是一個3LCD短焦近距離的投影機 這個超短焦鏡頭是由日本著名鏡頭廠Fujinon製作 鏡頭是以19枚專為4K投影製作的強化玻璃鏡片組合而成 這個LS500都有變焦功能 但它是利用畫面上的顯像元件上的縮放 即是數碼變焦 來作用變焦和Land shift 所以如果在使用上 最好用這個廣角端的效果 這樣就可以得出最佳和最好的解像度 它是有4000流明的亮度 雷射光源的使用壽命可以長達2萬小時 如果每天用5小時看電視的話 不用替換光源都可以用到10年以上 對比度方面達到250萬比1 而解像度亦是App上最強的4K Enhanced的影像強化技術 4K解像度之外亦支援了HDR10 看Netflix時就可以用到HDR的效果 而且這部機器亦非常貼心地內置了Android TV平台 有3個HDMI IN 而它本身有一個DONGO 就插在HDMI 3的位置 可以用這個由Android認可的系統 最棒是可以完美地支援 Netflix、YouTube及ViuTV 我們都試過的 做得來的家庭影院的電視配套 當然它自己是可以發聲的 內建有2個10W的喇叭 我們一會兒會和大家測試一下 在這個喇叭上的出聲效果 看看你們看電視又覺得行不行 首先跟大家介紹一下 Appsangie LX500的外觀 上方看見這個拱起來 就是Fugino的定焦廣角鏡頭 前面有光源 而面板上有開關的按鈕 以及機盞燈 可以顯示這部投影機的中座狀態 上方有很多不同的標籤 包括有雷射、HDR、很多不同的功能 包括有ISF的標籤 即是經過ISF的認證 另外看到前面有一個好像喇叭網的東西 這個網其實是甚麼來的呢 會不會是真的喇叭呢 我們不如一起看看 它開了其實是一個磁石的設計 你持住下去就會將這個工作的input 位置封住了 它其實也是一對喇叭的位置 你看到這裡一左右 其實有一對10W的喇叭 在這個聲音就會對著聆聽者的位置 變成大家聽到對白會比較清晰一些 這些操縱位置其實在遙控上都有 接下來就是Focus 這個Focus的控杆 其實是較上較下就可以將畫面做對焦 你擺好鏡頭鏡機之後 其實較上較下就會很快就很容易 就能看到畫面的清晰度 你調到最鎖的時候就可以完成了 接下來有一個箱子 箱子裡面是甚麼來的呢 我剛才也跟大家說過 其實它裡面是自帶的一個Android系統 而這個Android系統其實是靠這個USB 當告去插電 之後HDMI 3 位置就會插回這支當告 Android 系統就在裡面了 這個你看到有一個AppSong的Logo 就是說AppSong完全跟Android買到授權 放回Android系統在他們這一部的投影機上 所以在支援上就絕對可以放心 其實它的底部都要有兩個撥輪 就可以幫你調整投影機的水平 當你放的時候 如果在高度或是梯形上有點不正的話 其實是調整這兩個位置就可以把梯形矯正 而機身的側邊兩邊 其實就是一個入風位 另一個出風位 我們看到投影機的左邊就是一個出風位 你會看到將右邊的一個洞風抽入機內 然後由左邊出來 這樣可以將循環做對流 就可以令到機身的熱力可以抽走 機身的背部就會有兩個HDMI-IN 以及一個RJ45 的電源頭 最後我們當然看到的就是一個IEC 的插頭 這部LS500 其實那個Focus 就是針對大家日常使用 家居使用 Replace 你家的電視機 所以我會看到 其實我們在現在這個Studio 那麼重光源的情況下 它的畫面依然可以讓大家清楚看到電視的畫面 這件事我覺得非常之重要 而這隻膜我剛才也有說過 是Appsson 特意做出來 這個LX500 的一個日常用的抗光膜 因為這些膜的物料和食光位 其實有少少不同 它的原理很簡單 其實它要將抗光位置放在斜位 將短頭畫面的光源 在下面射上來的時候 它就可以得出最佳的反射光 這個膜的物料就是我剛才說的 反射光源的一種膜 所以在這個情況下 大家除了可以投放在自己的牆壁 如果想要最好的效果 抹上一隻膜就絕對可以得到最佳的畫質 另外這個LX500 很有趣 來的時候有兩隻遙控 我剛才都看到 為何一個投影機要有兩個遙控 原來廠方很貼身地 把這兩隻遙控 分別在不同的功能上 首先我們看到這隻的遙控 這麼多按鍵 通常是給我們這些 比較有興趣玩機的用家 這個遙控可以完全控制 整部LX500的所有功能 包括進入Menu之類的東西 如果大家平時上班的時候 在家或是太太或是小朋友 如果用這支遙控就會有少少難度 反觀這支遙控就非常有用 因為這支遙控的設計 純粹是給一般的用家看電視的使用機 你看到的按鍵又少一些 而且這些功能都很直觀 有Back、Home 而且三個YouTube、Netflix 以及Google Play的功能都放在這裡 方便大家一按 就可以找到自己想看的劇 很多投影機都標榜自己 有Android TV 系統 但其實有很多投影機 都不是真的可以拿到Android TV 的認證 因為有很多投影機公司 都會把Android平板的系統 整個硬硬塞在系統上 甚至連手機系統的Android 都放到投影機上 就當它是一個Operation System 但這隻的LS500 就已經得到Android的認證 可以用得到它 所以你會看到 其實它所有功能都跟Android TV 絕對一模一樣 尤其是因為這個認證做到之後 其實在很多Apps 上 才可以完全發揮 例如Netflix 上 可否出到HDR 或者是YouTube 可否出到真的 4K 效果 這個都很基於是否是真的Android 系統 我們看到這部的LS500 其實是一個真的Android 系統 我們可以看到 這裡已經有很多不同的Apps 可以放進去 例如Netflix 一定有原生的Netflix YouTube ViuTV 我們也試過 這幾隻不同的Apps 我們稍後都會和大家逐個測試一下 效果和開燈和關燈的效果 當然我們還會用了一部 Blue Ray 機 播放 4K HDR 的效果 究竟這部機能否看到電視 也能看到電視的效果 現在小室就進去Netflix 讓大家看看 究竟它是否真的可以支援 4K 解像度和 HDR 首先我們先按按7365T 因為這就是 4K 解像度 看到上面的 Logo Ultra HD 4K 即是可以播出原生 4K 解像度的影片 HDR 方面有如何呢? HDR 找哪一套呢? 這套全裸監都好像不是 黑鏡是有 HDR 喂 沒錯 這個 HDR 也在上面的 Logo 顯示出來 我們看到這部的 LS 500 完全完美支援 HDR 以及 4K 解像度 不如我們真的找電視來試一試畫面給大家看 就算開燈的畫面來說 光亮度和顏色都能保持得到 不如我們又試試關燈 看看究竟的效果 LX 500 出來的效果 關燈的環境有甚麼感覺 現在按一下關燈 關一關燈 很明顯 關燈的效果 令畫質的層次再下成 完全感覺到 4K 的質感 和光亮度和細節 增加了很多 但開燈來說 其實都可以看得到畫面中的細節 在這個 LS 500 來說 光亮度都非常不錯 現在我們在 YouTube 找一條 4K 影片看看 這個頻道有 4K 日本街頭的拍攝 我們去不到日本 不如我們就帶大家的眼睛去日本 看看這條影片 究竟它是否真的可以原生出到 4K 畫質 我們要逼它一起走 4K 畫質 看看效果 對於我來說 每一個加入的粉絲都很重要 他們令我認為自己的努力是有人看到的 所以每一位都好 還要多謝我的龍仔 剛才跟大家試了幾個不同的 App Z 出來的畫質 剛才我試 Netflix 的時候 就特意找一套正義聯盟的 Full HD 版本去播 再找一套 4K 的 UHD 在 Full HD 上播出來 我即時就可以比較到效果 在 Netflix 的 HD 版本 其實出來的顏色和對比度都非常不錯 但當我換上 4K UHD 的時候 就會清楚看到 真 4K 的效果 在 Detail 和立體感來說 比 Full HD 更強了 2 至 3 % 喜歡證明 你為真 4K 的 Source 進去時 在 LX 500 出來的效果 就會再給你更大的驚喜 當然開燈和關燈的效果 都會有一些分別 但對於我們這些 如果可以讓家人一起看的環境 其實開燈的環境也不會太差 起碼大家都可以在一個很舒服 很大的畫面上 看得到自己心愛的節目 另外 YouTube 方面 我特意找了這些 4K 版本 日本逛街的影片 可以給我一個感覺 為何我特意放這條影片出來呢 因為它這麼大的畫面 可以給我回到我上次去日本 大阪的時候的感覺 我好像跟它在街上逛 所以我覺得這麼大的畫面 而且這麼高的光亮度 在YouTube 上來用盡了 4K 的解像度 我覺得也是一個非常可食用的畫質 最後我們就在 Viu TV 找了很多人看的 這個貼身 36 的確在這個 LX 500 上 看電視的能力其實也是非常好的 尤其是在光亮度 它有足夠的光之外 它不會令大家覺得殘眼 而且最重要的是 它在光位裡面都有些細節 另外就會順手試它的喇叭聲音 雖然你看到 LX 500 前面 只有一對的小喇叭 實際借在這裡 究竟有沒有用呢 這件事我覺得在一些日本廠來說 做聲音方面是做得比較不錯 而且它們的技術也非常成熟 就算是這麼小的喇叭單元 其實都可以給我清楚的對白聲 而且是一個比較上完整的人聲 因為這個喇叭的效果主要都是給大家聽對白 就算剛才看《正義聯盟》的時候 它有很多背景的聲音 它的對白聲都可以清楚呈現出來 我覺得這個 LX 500 是應其一功的 尤其是它的聲音音壓 就算我們可以坐到六、七尺 其實都可以聽到清楚的對白 這個非常之重要的 貴圍原生的Android TV 當然可以吃得到 Comcast 的效果 我剛才也有試過在 YouTube 上 找回一條影片之後 我按下 Comcast 的按鈕 然後找回到 6110 的相機 我按下的時候 就可以順利把畫面映上 LX 500 上 對於一般朋友來說 真的非常之方便 我跟大家分享了我自己眼看幾個不同的畫質的效果 但這部 LX 500 的體質檢查 我當然是加回專業的色 我跟大家分享 大家看看這次我們做了 HDR 的效果 它的加碼值 即是和黃色的都貼得很接近 顏色的分佈 大部份都是觸碰格子 我這裏的顏色分析 平均值大約是 1.93 這個數字在短頭來說已經是超美的了 顏色的準確性 這次是很有驚喜的 大家都想知道短頭這個色域可以去到多少 LX 500 配上 Epson 的 100 吋幕 給大家的 有一個分析的解決 大家可以留意一下 在 100% 的白色 亮度可以去到 120 以上的 NIT 坊間如果你買一個 3000 流明的 投影機 加一個普通的 100 吋幕 可能只達到 80 個 NIT 但對我們來說 希望想看 4K HDR 效果好的 亮度很重要的 120 NIT 是一個最基本的起跳 如果針對 4K HDR 來說 我可以說是亮度足夠 顏色準確 和 8 平衡都做得很漂亮 如果你問我 在 HDR 下面來說 它是會做得很好的 尤其是一些人的膚色 HDR 我就用了 Bright Cinema SDR 我用了 Cinema Mode 當調校了之後 可以做到很準的 你看到這裏 這三條線和綠藍都已經一致了 這條 Gamma Curve 由一個 1.1 多 可以扯回來 即是做到很準確 大約 2.2 一條直線 剛才我說過 在 HDR 的膚色已經很漂亮 SDR 也都超準確 在短頭來說 顏色的準確性 記住你要追求顏色的準確性 這部機暫時來說 在香港行貨 我覺得是暫時第一 那我自己就覺得 這部 LX 500 來說 其實如果你是一個 對影音畫面有要求的朋友 其實都已經可以滿足到 你看電影的效果 但是如果你是一個 看電視的朋友 而且你是一定要開燈 才能看到電視的人 我覺得這部機 亦都有它的可取之處 尤其是它在光源上面 其實真的非常之足夠 你看到現在我們的Studio 開了燈的話 其實看到這個畫面 其實還是看到一個 清晰的影像 這件事 其實對很多朋友來講 玩投影機 一定要關燈這個概念 是完全改觀的 而且它的安裝 其實都非常之方便 大家只要放兩三尺的空間 放一部投影機 再掛一隻幕上去 就已經完成了 如果你說 我連幕都不想搞 你投入一幅牆上也可以 因為我們之前都試過 直接投入藍色的牆上 其實畫質都有一定的水準 當然 你有原生的一個 短頭膜 就會更加之好 這部機 其實我覺得 它的定位 其實不只是玩影音的朋友 一些很多家居 而又可能想要大畫面的朋友 可能都會對的 因為以前來講 如果我們買一部 100吋的LED電視 或者 LCD 電視 都好 其實十多萬 沒有就算了 但現在它只需要 兩萬四元 有找的價錢 就可以買到這部機 連同一隻幕 也要兩萬七元左右 在這個價錢 性價比 是非常之高 用這個價錢 就可以玩到 100吋的畫面 其實真的非常之好 再加上它自己本身 就是原裝已經有的Android 系統 對於現時已經 玩智能電視的朋友 其實所有的功能 都已經可以滿足到你 唯獨是如果你要看電視的話 我就覺得你可以 配上Magic TV 將天線接近HDMI 相片 就會更加之好 始終它是100吋的畫面 如果你用太差的梳碎 其實它有聲頻功能 但如果你說低到 可能 Full HD 都沒有的話 我相信畫質會差一點 究竟這部機器 適不適合你玩呢 我當然建議大家親眼去見一下 因為始終 投影機 你經過我們的鏡頭去看 就和你現場看 就有兩種不同的感受 最起碼這個這麼大的畫質 你一定要現場見過 才知道什麼叫震撼感 好了 今天就和大家分享 這個App 所形LX500 超短頭電視投影機 就來到這裡 如果大家喜歡這條影片 請給個Like Subscribe我的頻道 再按一下小鈴鐺 我就會通知大家看